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如果 迪丽热巴一年狂懒37个亿,出道9年仍住在酒店,他为何不买房? 迪丽热巴年收入37亿,出道9年仍住酒店不买房,因工作忙碌,追求自由及独特投资眼光。 他的成功事业和低调爱情备受关注,人生选择值得尊重。 在娱乐圈的璀璨星空中,迪丽热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。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,成为了众多观众心目中的女神。 然而,令人惊讶的是,这位年收入高达37亿的当红女星,出道9年却依然选择住在酒店,而不是购置自己的房产。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? 1.迪丽热巴的成名之路 迪丽热巴,全名迪丽热巴迪丽木拉提,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 自2013年主演电视剧《阿纳尔罕》出道以来,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外貌迅速走红。 无论是《克拉恋人》中的高文,还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白凤酒,他都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,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 2.事业腾飞,年收入飙升。 随着迪丽热巴在娱乐圈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他的商业价值也水涨船高。 据统计,2019年他的代言合作数量高达35个,代言费用以亿计。 这一年,他狂揽了37亿的辉煌业绩,成为了娱乐圈的吸金女王。 然而,尽管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,迪丽热巴却并未选择购置房产,而是继续选择住在酒店。 3.酒店为家,背后的原因。 1.工作忙碌,居无定所。 作为一位当红女星,迪丽热巴的工作日程十分紧凑。 她需要频繁地参加各种活动和拍摄任务,因此很难有一个固定的住所。 酒店成为了她最方便的选择,可以随时随地为她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。 2.追求自由,不受拘束。 迪丽热巴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她非常喜欢酒店的生活方式。 酒店的环境让她感到自由,无拘无束,可以随时享受到各种便利设施和服务。 这种生活方式让她感到舒适和满足,因此她并不急于购置房产。 3.投资眼光独到,追求更高回报。 虽然迪丽热巴没有选择购置房产,但她并没有将资金闲置。 相反,她将自己的财富用于了其他方面的投资。 据悉,她在股票、基金等领域都有涉足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收益。 这种投资眼光和追求更高回报的态度,也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 4.爱情生活,低调甜蜜。 除了事业上的辉煌成就外,迪丽热巴的爱情生活也备受关注。 虽然她并未公开透露过自己的恋情,但媒体和网友们依然热衷于猜测她的感情状况。 不过,无论她的感情生活如何,她都以低调、甜蜜的态度面对,从未因为恋情而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和生活。 5.结语,她的人生,由她选择。 迪丽热巴一年狂懒37个亿,出道9年仍住在酒店,她为何不买房?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人生的精彩和多彩。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,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无尽的色彩和光彩。 无论她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,我们都应该尊重她的选择,并为她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 迪丽热巴年收入高达37亿,却9年未买房仍住酒店,为何? 原来她工作忙碌,追求自由,投资眼光独到追求更高回报。 这位女神的低调甜蜜爱情和成功事业,让人羡慕不已。 她的人生,由她选择,我们为她点赞。 迪丽热巴万灵之主造型惊艳亮相,网友热议背后艺术魅力与争议。 在星光熠熠的娱乐圈,迪丽热巴总是能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,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近日,她以一席黑色吊带搭配神秘高盘发的万灵之主造型亮相,再次掀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 这款造型不仅展现了迪丽热巴的美貌与气质,更透露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气息。 迪丽热巴的万灵之主造型,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。 黑色吊带裙贴身剪裁,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曲线,高耸的盘发则如同神秘的皇冠,为整个造型增添了几分庄重与威严。 在灯光的照耀下,她仿佛是从古老的神话中走出的仙子,美得令人窒息。 在亮相现场,迪丽热巴更是巧妙运用角色自我展示的方式,将这款造型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。 她倾起朱唇,声音婉转悠扬,仿佛倾拳基石,直击人心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造型,这声音,简直是双重暴击。 一时间,迪丽热巴的万灵之主造型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。 然而,这款造型背后的故事同样引人关注。 据悉,迪丽热巴与资深造型师方可经过多次尝试和探讨,才最终确定了这款万灵之主造型。 在造型制作过程中,他们注重每一个细节的处理,力求将迪丽热巴的个人气质与造型完美融合。 正是这种默契的合作和不懈的努力,才使得这款造型如此惊艳。 当然,随着造型的走红,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有网友认为这款造型是艺术的展现,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, 但也有网友质疑这只是一场炒作,认为过于夸张和刻意。 对此,迪丽热巴和芳可都表示,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款造型传递一种美的享受和文化的传承。 他们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加包容和理解的心态来看待造型的多样性。 在这场争议中,网友们也展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和热情。 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, 有的称赞迪丽热巴的美貌和造型师的巧思, 有的则对造型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。 这种互动不仅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有趣和生动, 也促进了网友之间的交流和沟通。 总的来说,迪丽热巴的万灵之主造型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 它不仅展现了迪丽热巴的美貌和魅力, 更传递了一种文化和艺术的气息。 这款造型的走红也充分证明了迪丽热巴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和创造力。 在未来,我们期待迪丽热巴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造型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